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新电气术 托格德玛尔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历经了好几个礼拜之后 超级MOM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来介绍之前推出过的新角色 但是我们还没在对战中使用的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托格德玛尔 它是第七代阿罗拉地区的宝可梦 那如果你之前有在追日月宝可梦卡通的话 你一定知道它是妈妈内的伙伴宝可梦 虽然它外形真的很像吉祥武 不过它的实力确实不容小事 我们在文章中有说到 它是介于三合一磁怪跟自爆磁怪的重剑 而且它是刚系的缘故 属性抗性也非常的好 那在对战中一定有它的实力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它在超结盟能够打出怎样的对战吧 好那今天有AK玩家再次来投考影片 首支的话是放上熊木耀 然后二孙外有恰雷姆 以及今天的主角托格德玛尔 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的对战 好我们进入第一场 首场的话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角色的对决 熊木耀打尼巴宇 那双方在对决的话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尼巴宇本身这个地面器招式打草剑上 只能选择没有属秀的盐崩 所以相对的我们熊木耀是比较占优的 加上暗影球是有很大的空间去逼到盾 首先AK玩家是没有挡住对方的盐崩 目前喷了半血 然后这边看起来是切起出招的 好中火炸弹下去之后 看一下对手是否会挡招 中火炸弹对手挡了 这边有盾的优势 那目前血量再吃了盐崩 可能会有点尴尬 所以AK玩家是挡招了 但是我们中火炸弹有偏要盾的关系 所以气氧上比较足 但是对手中途换脚了 独刺水母上来 但是这边并没有即时换脚 反而让熊木耀 这样用一个暗球逼迫这个独刺水母的血量 暗球下去之后独刺水母 直接剩下1%的血量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角 托哥德马尔上来 本身电器打水 绝对是压制没有问题 这边对方也没有挤到热水的气量 所以也不用挡招 接下来的话电极小招就有办法把独刺水母给点掉 热水是完全来不及放啦 其实刚刚对方应该要使用一个热水 伤害量会比较好一点 好这边对方再次栓一炸弹出来 降了我们非常多的防御力 此时对手再次让泥巴鱼上来 托哥德马尔的最大劲敌就是泥巴鱼 你可以看到钢系招式 或者是凤凰普特 其实在打泥巴鱼杀量都不是特别好 加上目前防御下降太多了 导致我们的血量直接被对方练功 刚刚熊木耀其实不应该直接把暗球给发出去 要留着打这个泥巴鱼 反而这边对方牵上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熊木耀绝对有点辛苦 目前双方还是一个平盾的战局 熊木耀上来可能会直接吃到眼崩 诶不过这边好像有个小小的操作 AK玩家是选择恰雷姆中途换上熊木耀 哇这个非常关键哦 而且对方真的是用地震出来 哇逼了一个高能量的地震 打在熊木耀身上非常的赚啊 反而此时我们恰雷姆还流了一点气啊 而对手最后的角色是戴沃奇希斯 戴沃奇希斯的话就要看他大招第二招配什么 如果是史万普特的话就比较难打 但如果是阎崩的话 本身格斗系是抗岩石器招式 加上精神途径这一招会让自己的攻击下降非常多 所以目前的主导权是在恰雷姆手上啊 然后对手戴沃 哦是使用炎崩啦 那这一场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那我们第一下是使用增强拳挡机的攻击力升 AK玩家第二下是很真诚的使用精神强烈出去 打一点伤害出去 下去伤害量虽然不高 但是我们有降到对手的防御力的啊 哇这一场对手真的有点衰啊 也是我们AK玩家刚刚那个切脚挡地震 让对方的尼巴尼几乎没做到太多事情 才可以让恰雷姆目前想象维持得非常好 再打对方的戴歐提西斯 还降到防御力啊 但是打戴歐还是有点辛苦啊 到底谁而赢呢 增强拳再次出去让自己的攻击力再次提升 那对方的戴歐 此时有可能会直接两个精神途径啊 首先他先用一个炎崩出来 骗到盾之后 精神途径 来不及出来 最后我们直接把他揍下去了 最后的增强拳还没有按到 算是运气成分跟技术上的那个切脚挡地震啊 那我们这一场是获胜的 OK 那我们就下一场 好 这样看到雷吉斯奇武 是一个优势开局 对方的雷吉斯奇武并没有换脚 那这边我们可以猜啦 他后面应该是有怕熊木妖的 他会尽量让雷吉斯奇武消磨掉熊木妖的一个血量 再慢慢的折磨在后面的角色 加上我们今天的阵容上来说 以上帝视角的概念来看 如果对方这边换脚会更惨啊 因为切莱姆可以用增强拳练功到极致啊 所以他这边不换脚 反而是比较好的 可以折磨一下熊木妖的血量 那他率先使用一个电磁炮出来 毕竟打草是减伤啊 所以伤害量还好 然后最后一下我们选择暗影球出去 直接要打穿对方的雷吉斯奇武 结果对手是挡招了 哇他这边要跟我硬搏啊 虽然我们看起来雷吉斯奇武是逆风啊 但是他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反而让他用一顿换顺位啊 他算是有点赚到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托哥德马尔上来用电击把雷吉斯奇武也点下去了 顺位在对手手上 结果可以看到是恰埃姆啊 他这边转到顺位之后 用一个格斗系直接压制钢系的托哥德马尔 但是我们疯狂不测 应该是有办法连出的 先用一个疯狂不测出去 压迫一下对手恰埃姆的血量 但是这边是切起出招的 所以导致对方是出招 不过疯狂不测出去之后 防御下降非常多 逼得我们是开盾了 所以双方目前的平盾 恰埃姆上来 镜向对决对手中途换脚 他最后的角色是阿利多斯 阿利多斯他重细是抗格斗一招石了 所以双方能打他而减伤 但毒系是怕超能 所以这边我们不见得是弱势 不过对方出招数非常快 使用一个猛扑叫我们攻击力啊 好 此时精神强烈出去了 在降攻击之后 精神强烈是否能够打掉这一只阿利多斯 结果对手是很真诚的挡招了 那接下来的话 出招速度一定是比较慢的 超能是怕冲 然后格斗有抗冲 所以猛扑是平伤 可以将恰埃姆的坦度非常的好 所以残血 最终使用一个精神强烈出去 这精神强烈非常的关键 这下如果没有出去的话 托格德马尔就会压力非常大 可以打到之后残血 然后让托格德马尔来上来练功 对方顶多就放一个猛扑出来 叫我们攻击力 我们就把他挡下来 电击把他收掉 最后恰埃姆也没有办法 还手疯狂不特的伤害量 我们就拿下了 那这一场的话 对方的雷吉思琪遇到熊木妖 开了一盾直接转瞬位 托格德马尔在出来的瞬间遇到恰埃姆 但是最终我们靠恰埃姆 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挥 拿下的胜利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再次看到熊木妖对上 泥巴鱼 这个对决的话 玩家应该非常常见啦 两只都是非常热门的角色 但是论操作上来说 终究还是得看开盾的状况啦 好 这边我们吃一个盐宝 剩下半血 谁用终子炸弹打 这个泥巴鱼 并不算太吃亏 至少是平伤打击 暗影球只是伤害量比较高 剩下血量可以用暗影抓 把他抓下去 就看你要怎么取舍 那AK玩家这一场是直接很真诚 暗影球出去 对手就挡招了 不过其实泥巴鱼 在吃暗影球的话 也不自己会一下倒地啦 那泥巴鱼的坦度实在太优秀 好 使着暗影球出去 跟对方切齐出招 如果你对角色够熟悉的话 尽量要记住 角色之间的攻击差距 你这样才可以把气量上挤到极致 AK玩家遇到泥巴鱼 都这样操作 不过对手吃一个暗影球之后没下去 反而逼迫不到我们开盾 这边看起来虽然有点亏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气量上不错 所以暗影球出去还是能够逼迫到对手 所以双方顶多就是一个平盾的战局 而且AK玩家这边还是切齐出招的 熊蜜耀的攻击力比起喵花来的高 好 再一次暗影球 对方的喵花一定得挡 不然会重伤啊 而且他切齐出刀的情况下 还是把他的能量给放掉啊 好 接下来的话可以选择托哥德马尔上来了 本身刚系能够抗 对手妙花的草系或者是毒系招式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这边还有拖球可以打他 所以还OK 红黄植物出来 哇 这伤害量非常的高啊 对方不是暗影的啊 但是 妙花的这个红黄植物 基础伤害量实在太好了 然后此时使用一个陀螺球出去 那对手妙花上一滴血 刚刚好电击再补一下 好险没被他K到啊 而对手的作为角色是电灯怪上来 电灯怪的话 这场已经结束了 电灯怪虽然不怕电 但是托哥德马尔在这边重伤他 恰里姆上来 稳稳的收掉 完全是没有问题啊 欸 不过我们是连续出招啊 电灯怪连出招都来不及 电灯怪在12技获得冲荡之后 出招的弹性上是更好了 但是其实对方也没办法挣扎啦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地亚海狮 是一个逆风开 然后选拖哥德马尔上来一个缓冲 上来之后 欸对手竟然选择水系的 蚊香蛙黄上来 他是看到刚系 以为是自爆瓷怪 但是托哥德马尔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不像是 那个自爆瓷怪 他是使用电光啊 蓄能比较慢 我们是电极 五下一个疯狂福特啊 所以这边蚊香蛙黄上来 不见得有优势啊 双方在比出招速度的话 那从一个陀螺球稍微骗盾之后 挡了对方一个招式 哇结果这边反而放陀螺球 拖累了整个战局啊 因为陀螺球能量上太高了 要跟蚊香蛙黄比出招的话 一定得用疯狂福特啊 这边算是大一了 反正想说让自己的防御先不要下降 但是这个操作 就没有办法连续出招逼迫对手开盾啊 反正就稳稳的下去了 有点亏啊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次让熊喵上来对上蚊香勇士 那这边并没有直接跟对方压招式啊 而且还开了个盾 挡了个地震啊 虽然地震我们本身是有抗啦 但是因为他是暗影版本蚊香蛙黄 杀害量应该非常的高啊 这边挡的话 应该算是策略性的操作 然后接下来对手直接切地海狮上来 我们是让恰莱姆上来 绝对压制地海狮 但恰莱姆本身是没有抗兵也没抗地震 然后加上对手是有一盾啊 他如果挡招的话 等下用冰锥子可以直接垂死我们 好结果他没挡增强拳 但是他直接让地震海狮下场了 哇这边的话 蚊香花王上来 再次面对到谢莱姆 而谢莱姆再次增强拳 对手应该要留那个地震海狮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他可能担心 嗯双倍碰还伤害量太高 所以他直接放弃 而对手这位角色是巨爪怪上来 巨爪怪要拿来打朱木啊 那我们恰莱姆还没下去 持续增强拳 要揍翻你这巨爪怪啊 很像朱木目前的血量上是很满哦 小怪至少得两下的 将水泡槽喷掉这个熊腰的一个可能 但是这边恰莱姆已经把巨爪怪想象压到最低了 这场应该是要结束啦 巨爪怪之手难以遮天啊 脱格德马尔刚刚的操作上啊 虽然 瘟狂福特匠坊 的考虑上来说选择土耳球 但是 魂箱瘟狂出招数非常的快啊 你不跟他拼出招 反正选择土耳球这有点亏的 说实在 那一场是有点小小的操作失误 好 就下一场的话这一场 刚开场我们讲了很多话 但是因为遇到了护城哦 其实在操作的时间上来说拖得很久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看 那小木耀遇到护城龙 他也认为算是一个平品啦 毕竟护城龙会用喷射火焰 那也可以玩家趁着出招的空挡的情况下 恰乃姆上来 刚好可以打一个喷射火焰 人切脚非常的好 但是对手 直接换上勾魂眼绝对压制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切脚啊 你虽然想说 嗯我后面的角色是能够切脚挡招 杀量比较低 但是 你这样反而会让自己的风向 被对手后面的角色给压制到 但是这有种取舍啦 就看你要怎么想 当然有时候下去也不见得不好 如果你的首支跟第二支是一个互相 属性上 刚好是一个互相配合的情况下 我们这支下去 另外一支可以练功 但是这一场不是 因为勾魂眼 你还是没办法用熊木耀打他 所以你逼出了对方的角色 并没有办法练功 所以此时我们只能让周一支的托哥德马尔上来 托哥德马尔打勾魂眼 没有到属性上的压制 而且 可能要疯狂不特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所以打起来非常辛苦 那也可以玩家 不打算用瘋狂福特 直接用一个陀螺球 让自己的防御下降还没有发生到 那对手是挡招了 那托哥德马尔在电系招是一定赢过自爆磁怪 不过第二招的话 其实自爆磁怪的近光射击 出招弹性会比起陀螺球来得好 但是当然的伤害量是有差啦 但是托螺球能量上真的是要求比较高啦 所以有时候对手挡住的时候 你会觉得托哥德马尔的出招完全是被拖累到 那这边终究是用瘋狂福特拿下对方的勾异 那熊喵上来之后 对手就是角色 是恰蕾木 此时快速的让熊喵上来 那熊喵要近乎一打二了 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一个暗影球 逼迫对手护城龙的血量 对手是开了最后一盾 然后气氧上刚刚好 来得及再放一个暗影球 那他没有盾的情况下 这护城龙已经得下场 恰蕾木会上来 双方都没有盾 然后此时的话 他并没有直接用双倍凤凡把我们揍下去 然后他这边没有气的话 我们等下托哥德马尔是有办法放疯狂福特的 这边出招是有点大力 而且他选择的是能量上非常高的技能强烈 最后的操作令人不解 其实血量上看起来双倍凤凡是能够直接揍下去的 结果我们这边疯狂福特差一点打死对方恰蕾木 非常遗憾的一场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尼多厚 全部都打尼多厚 逆风开举 对方还是比较强 那这次尼多厚并不是爱影的 其实兰尼比较推荐大家 超级眼猛的尼多厚是选择爱影的比较好 因为那一个降防之后的杀伤力会非常足 那如果你不是爱影的话 反而会让对方多一点的出招空间 然后我们这边从爱影球出去 对方的尼多厚 哇直接没有挡 真的尼多厚 真的是怪怪的 然后我们收掉了对方尼多厚之后 对手的第二角色是短球上篮 想靠着对幽灵系抗性非常足的情况下 压制我们的熊妖 这边熊妖 使用一个重炸弹出去 压迫对手 赌完熊的血量 然后接下来 顺位上站我们这里 所以恰里姆直接对上赌完熊 对方应该傻眼了 那个尼多厚的操作非常的不好 导致这边 赌完熊有点无奈 但是他并没有换角 反而让赌完熊继续打下去 这个赌完熊到底在干嘛 好他按键再次出来 直接让恰里姆剩下半血 那我们看一下作为角色到底谁啊 为什么会这样操作 结果作为角色竟然是烈剑音 那他这边操作的用意上来说 应该是纯粹的想要把 恰里姆的血量上弄得低一点 烈剑音上来是有办法用烧镜直接点掉的 而我们的AK玩家 让多哥德马尔上来 但是刚系本身怕火 然后瘋狂福特放下去 你自己的防御力又会下降 那这边非常尴尬了 那最后竟然没有按到瘋狂福特就下场了 哇这个非常关键的操作失误 导致目前对方还有盾啊 而且对方的烈剑 血量上至少要一半以上 你要用双倍碰碰把它揍死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来以为对手的操作有点猛 但殊不知我们这边是更猛啊 托哥德马尔如果瘋狂福特有放到的话 相对的是有一个骗盾的空间 增强拳骗到盾 精神强力还是有办法收到烈剑音啊 所以最后 切莱姆在没有办法打赢烈剑的情况下 对方直接活活的 要用这个烧镜把我们点死了 这场比较可惜啊 刚刚托哥德马尔 其实对方确实是 踢数比较高啦 烧镜是5T 那电击两下是4T 但是你放招的时候是算一踢啊 所以如果你是刚好会下去的瞬间 你把招式按下去 会刚刚好被他点下去啊 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 你那是4T啊 4T对5T 那出招那边1T 没有算进去 就会是这个下场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的是胖可丁 也可以玩家直接换脚 托哥德马尔上来 其实这边换脚不是特别好 因为如果对方 库存着那一只胖可丁 他可能会对上恰雷姆啊 你这边反而让自己的刚系的 托哥德马尔浪费掉 是比较亏的 那此时对手让电灯怪上来 那我们刚刚虽然有看到托哥德马尔 直接把电灯怪打趴啦 但实际的操作 电灯怪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毕竟 风光不放出去 会让自己防御下降 那伤害量 可能就会让 托哥德马尔扛不太住 而且他的冲浪是 出招速度相同啊 好对手的冲浪 再次出来 我目前血量上已经非常的低了 也可以玩家 迟迟保住了托哥德马尔 但是后面 一定得用熊木妖对上胖可丁啊 所以这边 让托哥德马尔实际打下去是OK的 先出来 先蓄了一点气 所以电灯怪来不及 跟上我们的气量 所以胖可丁出来之后 熊木妖会再次上来啊 所以这边切角 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啦 因为其实 因为我们熊木妖的爱因爪 打胖可丁是减伤没错 一定是一个逆风开 但是 你至少让熊木妖下去 托哥德马尔可以遇到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 其实有时候要看一下 第一只角色到底是谁 会是一个ABB呢 还是AAB的阵型 那首次看到胖可丁一定是一个AAB的阵型 第一只就要互相的磨损到最后 把最后给打下去会比较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恰莱姆遇到胖可丁了 但亲切的是 胖可丁已经被熊木妖 血量上磨得很低啦 所以双背风暗是能够揍死他的 而他最后的角色 竟然是喷火龙上来了 喷火龙是龙洗的 阿影版本 伤害量非常的足 但是坦度应该是非常脆啦 所以坚强下去之后 喷火龙晒一滴血 但是他残血出大招 非常可惜 并没有直接打下去 那招式的气量应该是龙爪出来 龙爪是KB掉我们的 喷火龙真的 比较难操作啦 坦度太差的情况下 吃不了任何招式 就会很难使用 那最后熊木妖 被对手胖可丁 直接点下去 非常遗憾啦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看到的是 胖嘟嘟 对上熊木妖 熊木妖本身 两个招式有打他嘛 那对手换脚了 中途换上的是 猫头夜银上来 我们选拖哥德玛 飞行系招式 在打拖哥德玛的散害量 特别低啊 那此时对方出招了 神鸟猛吉 嗯 难道他的第二招配置 超力气大招吗 并不是暗影球 这配招说实在的 非常的奇怪啊 因为 超力气大招对 这个 猫头夜银并没有属修 暗影球 威力上也是比较足啦 他可能想说他 可以使用神鸟猛吉 去打熊木妖就够了 所以并没有这样配置 但是他这样配置的话 反而就没办法打钢 好啦 其实对手的胖嘟再次上来 这个上来 是自杀吧 不然这个切角 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因为水汽是怕电的嘛 代表他最后一只 应该 八九不离十也是怕电的 结果是地亚海獅啊 那这一对 三只都怕电啊 这个搞什么东西啊 好 没关系 我们托哥德玛尔今天是主角嘛 就尽量让他疯狂不得连出嘛 对手他一顿 就有挡住了 他已经把我们托哥德玛尔打到残血 所以我们的熊妖 来面对到对方的地亚海獅 AK玩家也算是调皮啊 其实直接让切莱姆上来揍翻他 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这边做战争下去之后 但是他还是坦得住啊 那迪亚海獅的冰锥 伤害量又非常足 直接收到熊妖 但是我们目前两顿 用恰莱姆揍翻迪亚海獅 就拿下了最后一场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了 之前登场的新角色 托哥德玛尔首饰在对战中使用 可以发现到 他确实有不错的一个实力 本身的刚系属性 带来他的抗性伤害说非常的好 加上电极加疯狂福特 五下一招是三合一十怪 以及自爆十怪 难以批底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在电极招是打不出伤害 或者是你想要骗盾的时候 你选择拖球 如果对方有挡招 会让托哥德玛尔打起来非常的辛苦 是我们今天在影片中 能够看到的部分 但是说实在 他的实用性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所以玩家如果喜欢 刚系跟电系组合的托哥德玛尔的话 不妨可以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 AKA玩家提供精彩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挡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